结婚五周年纪念日,老公和秘书在办公室坦诚相见之后,我推门而入。 不忠诚的男人,狗都不如。 白莲花秘书痛哭流涕地求我成全,说他俩才是真爱。 我笑咪咪地答应了。 第二天,一纸离婚协议甩到二人脸上,既然如此,你俩就从我的公司滚出去吧。 今天是我和邵思静结婚五周年的纪念日,我瞒着所有人偷偷到公司,想要给他一个惊喜。 当我拎着精心准备的礼物,捧着玫瑰花站在办公室门口时,屋里传来的却是秘书娇滴滴的声音。 阿静,你什么时候离婚呀?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但是你儿子等不及了呀。 邵思静的儿子? 我感觉脑子里轰的一声,被炸得一片空白。 邵思静出轨了。 昨天还温柔地搂着我,甜蜜地计划着今天如何庆祝纪念日的男人,竟然早就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娇艳的红玫瑰此刻在我手里格外刺眼。 为了扶持邵思静,我带他参加大大小小的商业活动,帮他抵挡各路,牛鬼蛇神。 为了维持邵思静的自尊。 我说,想做全职太太,将公司都交给邵思静打理。 婚后一次体检,意外得知邵思静的不育症。 我选择隐瞒,说是我不喜欢孩子,想在家追求梦想。 没想到最后换来的是彻彻底底的谎言和背叛。 不对,邵思静怎么会有儿子呢? 真是讽刺,估计他自己也没想到,最后背叛换来了背叛。 我不想转身离开,然后委屈求全地继续生活。 既然知道了真相,那就应该让背叛者付出相应的代价。 我冷静地推门而入,脸上重新扬起了笑容。 自顾自地把花和礼物放到办公室茶几上, 无视二人目瞪口呆的狼狈样子。 反映过来的二人迅速整理衣物。 我余光看着秘书慌忙拿起办公桌上的内衣。 这男人真是养不熟的狗,宋儒,我。 比起邵思静的慌张无措, 倒是这小秘书的反应让我高看他一眼。 秘书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 眼泪汪汪的一个劲道歉, 哭诉着二人如何两情相悦,情难自尽。 原本我是想要离开的, 但,但是我有了阿静的孩子。 孩子是无辜的,孩子不能没有爸爸呀。 许是白莲花的声泪俱下, 许是因为肚子里的孩子。 邵思静见我没有反应, 上前一步扶起小秘书, 镂靠着护在怀里。 眼神闪躲,语气却倔强又生硬地说, 小兰,你怀孕了,别动了胎气。 听到这儿,我脸上的笑容终于还是有些绷不住了。 这两人在我一手创办的公司里, 做坦诚相见的剧烈运动都不怕动了胎气, 给我这个正主道歉倒是怕动了胎气。 我懒得和他们争辩, 要不是当初我那个念旧的老爸, 非跟我扯什么救命之恩, 只付为婚的情义, 邵思静哪有和我相亲的机会。 本以为找个体贴老实的丈夫, 携手一生也不错。 没想到这才结婚几年, 就开始跟我玩花花肠子了。 从小老爸带着我在商界打拼, 没想到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算了,今天是结婚纪念日, 我也不想跟你们浪费时间, 小兰既然怀孕了, 就安心养胎吧。 说完我就离开了。 当初和邵思静相亲的时候, 感觉出了邵思静有意无意的冷淡, 我询问过邵思静的想法。 若是郎无情妾无意, 就和家里说清楚, 各自安好。 结果, 邵思静第二天开启了狂烈的浪漫追求模式。 结婚之后, 除了没有孩子, 其他的倒也十分和谐。 刚结婚那一阵, 我俩就是恩爱的模范夫妻。 最近几年, 邵思静对公司业务格外上心, 经常早出晚归。 爸爸离世后, 邵思静更是三天两头地出差。 没想到这个周年纪念日 让我彻底看清了这个男人。 说不伤心是假的, 但是这一点的伤心 都比不过刚买的奶茶摔地上来得汹涌。 邵思静以为我是被家里养大的花瓶吗? 以为爸爸去世之后, 我就可以任他拿捏了吗? 整理好心情, 我联系了我的闺蜜。 公司的法务 不知道是不是被邵思净收买了。 开律师事务所的闺蜜 现在看起来更靠谱。 什么? 那个狗东西竟然还敢在外面 搞大了别人的肚子。 闺蜜乐乐的声音穿透手机, 仿佛在我的耳边炸开了。 乐乐, 帮我你一份离婚协议书吧。 结婚之前, 乐乐就提醒过我, 一定要做好婚前财产公正。 没想到现在竟然真的派上用场。 等待乐乐的时间, 我叫来了家里的保镖和保姆阿姨。 说到我家为什么会有保镖, 要追溯到我爷爷那个时候。 邵思净不知道我家除了现在的公司, 还有两家安保公司, 除了平时接一些公司的安保工作, 珠宝礼服的护送。 更重要的是, 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家人的安全。 原本爷爷的想法是担心 我们一直在商界打拼,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得罪什么样的人。 所以, 这两家安保公司一直作为家里的底牌。 鲜少有人知道, 这也是我们宋家的产业之一。 看着保镖和阿姨 把邵思净为数不多的衣物打包好之后, 乐乐你好的离婚协议和邵思净一起到了。 留下的两个保镖站在我身后, 我也有恃无恐了起来。 宋如, 你这是什么意思? 邵思净眼神里的音质 是我从没见过的样子。 离婚协议书已经发到你手机上了。 没什么问题, 我会签完字快递给你。 邵思净看完离婚协议书一愣, 我净身出户。 凭什么? 我忍不住笑出声。 凭什么? 就凭你婚类出轨, 在外面搞大了别人的肚子, 就凭你吃的用的花的都是我的财产, 就连你搞破鞋的小三都是我给开的工资。 说完之后, 我甚至觉得净身出户都便宜他了, 应该让他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 邵思净阴沉着脸, 紧握的双拳暴露了他的愤怒。 这么多年, 我经营公司,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让我净身出户, 你想都别想。 话还没说完, 邵思净的手机响了。 邵思净接起电话, 瞥了我一眼, 温柔地为了一声, 转身出门。 我施以保镖走的时候, 把邵思净的行李扔到走廊。 自己删除了指纹锁中邵思净的指纹和所有数字密码。 这几年, 我带着邵思净出席各种活动, 一点一点建立他的人脉网, 帮他疏通关系。 就连邵思净的企业微信和丁丁都是拿着我的账号改成他的名字直接用的。 我扶持他一步步走到现在的位置, 把公司交给他, 自己退军务后做全职太太。 结果他在公司的业绩不见上升, 倒是学会了圈里那些玩女人的风气。 拿出手机, 更改了企业微信和丁丁密码, 头像和名字换回自己的。 无视门外邵思净的无能狂怒。 给邵思净发了一条消息后, 戴上耳机进卧室睡觉。 门外的邵思净看着手机上送儒的消息, 这房子是我婚前公正的个人财产, 损坏一点, 小心我报警告你, 蓄意毁坏他人财产。 邵思净回了一句, 你别后悔, 门外便没了动静。 后悔, 真是不知道谁给他的自信, 还看不清该后悔的人是谁吗? 刚准备睡觉, 又被手机一连串的消息轰炸醒了。 宋如你什么意思? 你以为你把账号改了, 就能威胁我吗? 启薇群里也炸开花了, 倒是有几个不怕事的在群里问, 这公司boss怎么换头像了? 名字也换了? 这什么情况? 公司经营这么好, 不会被其他公司收购了吧? 一看你们就是新员工, 这人是老板娘, 也是前任老板, 年纪轻轻地慌什么? 最后, 还是在李兰出面告诉大家, 少安无躁。 随即李兰在各个群里 拉入少丝镜的账号, 这件事才算收尾。 看完热闹手机开了静音, 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 本来也没想着靠一个账号威胁少丝镜什么, 这只是第一步。 第二天没想到我的离婚协议书还没打印出来, 我就收到的少丝镜的律师函, 他要起诉离婚。 这个狗男人不要脸地要平分婚后财产, 不能瓜分我的公司, 竟然要我补发, 这几年他在我公司工作的工资一千万。 我找来私家侦探搜集证据, 少丝镜知道我不会拿公司的名誉冒险, 所以看准了我不会爆料他的这些烟渣事。 但是法庭上, 这些都是有利证据。 私家侦探带来的除了这两个人出轨的证据, 还有一个意外惊喜。 少丝镜在婚后秘密开了一家公司, 怪不得公司业绩有下滑趋势, 原来都是进了他自己的公司。 少丝镜是觉得我不会查他的资产, 还是觉得我不会发现他的一心, 竟然直接用自己的名字注册了公司。 厚厚的一打资料看到最后, 我的嘴角止不住上扬。 这两个人搭好的戏台子, 不好好陪他们唱一唱, 真是浪费了。 一大早, 在保镖的护送下, 我坐在公司会议室主位, 昨天收到律师函的同时, 就召集各位董事了。 等人都齐了, 我在少丝镜和李兰满是愤怒的眼神中 开始了今天的董事会。 作为公司最大的控股人, 今天的董事会只有一个目的, 开除少丝镜。 各位董事, 公司之前的业绩和收益大家有目共睹, 近两年来, 市场和骨干人员没有变动的情况下, 收益值降两个亿。 说到这我顿了顿, 看向少丝镜。 表情真是丰富地让我想暂停会议, 给他拍张照片, 强装镇定的样子, 难道他以为他的那些小动作瞒得过谁? 不过是看在我的面子上罢了。 其中原由我相信各位比我更清楚, 但是以防有人不知道, 我这里的资料还请各位董事过目。 少丝镜不可置信地看着几张薄薄的纸上, 赫然列举了所有他将原本公司的客户和订单, 签到了另一家公司的证据。 最后一页, 更是直指这公司属于少丝镜个人。 会议室的各位董事, 哪个不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人精, 都是利益至上的种。 我都能轻易发现的事情, 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少丝镜动了自己的蛋糕? 无非是看在我过世的爸爸的面子上,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这时候, 我似乎明白了少丝镜的有恃无恐。 作为公司持股最多的人, 鉴于少丝镜给公司带来这么大的损失, 我提议解除公司与少丝镜的雇佣关系。 接下来请各位董事举手表决。 果然这个提议在各种不解, 诧异和欣赏的眼神里一致通过。 还请少丝镜尽快收拾东西, 别物带走了属于公司的东西。 他现在已然没有了刚开始的跋扈, 颓然地依靠在座椅背上, 仿佛没有听见我说的话。 哦,对了, 还有你, 也被开除了。 我甚至都不想 给李兰一个眼神。 凭什么? 你凭什么开除我? 我怀孕了, 你没钱开除我。 我没想到 李兰这个未婚的小姑娘, 竟然在这么多人面前 承认自己怀孕了。 一时之间, 大家也都明白 今天的事情缘由了。 看向少丝镜的眼神 多了些许鄙。 少丝镜阴狠地看了我一眼, 起身离开了。 竟然从头到尾 一句话都没说。 我示意新上任的秘书 跟上少丝镜。 我不深在意地看向李兰, 怀孕的话, 确实不能随意开除你, 不过既然怀孕了, 也不能继续做秘书了, 带着检查报告 去人事报道吧, 换个岗位。 一个小三 还想天天在我面前 耀武扬威是怎地。 李兰又是一副 渲燃欲气的样子。 我痴笑一声, 李兰还想指望 会议室里的谁 给她来一招路见不平吗? 李兰虽然长得好看, 但是怀着运找上正式的小三, 这帮董事 可是避之不及。 李兰看会议室里 甚至不再有一个人 给她一个眼神, 转头追着 邵思静的脚步跑出去了。 今天的一切虽然解气, 但是并没有感觉很开心, 毕竟我要的是 这两个人 彻底消失在我的生活中。 还想离开, 我过上好日子, 做梦。 刚走到办公室, 就看见李兰 在邵思静怀里 哭得梨花带雨。 我服额, 哭哭哭, 这个女人怎么就知道哭? 她上辈子 是个海绵宝宝吗? 刚刚邵思静 在会议室的颓废 现在依然消失不见。 看见我进来, 怒气冲冲地说道, 宋儒, 出轨是我的不对, 可里兰是我的救命恩人, 现在又怀有身孕, 你让她现在换岗, 不是在逼她辞职吗? 你让别人怎么看她? 这样公报私仇, 真让我看不起你。 听了邵思静的话, 我真是被气笑了。 这么不要脸的发言, 是怎么在这个智障的嘴里 说出来的? 呵, 对一个小三, 还用得上我公报私仇。 你的救命恩人, 又不是我的。 在我的公司, 我想让她去哪干活, 还需要理由吗? 看不出来吗? 我就是在逼她辞职啊。 我双臂还在胸前, 反正我现在有保镖在身侧, 真应该感谢法治社会救了他俩, 不然早给这对肩夫淫妇打出公司去。 宋儒, 邵思静死咬着牙, 从牙缝里挤出我的名字, 果然整只渣男, 才是最爽的。 你别欺人太甚。 小兰, 跟我走, 我不信她宋氏集团在世, 还能只手遮天了。 看邵思静的样子, 我实在忍不住笑出声。 哈哈哈哈, 邵思静大少爷, 这才哪到哪, 开胃菜就受不了了。 二位慢走不送, 我抬手轻轻掩住口鼻, 转身对着刚提拔上来的秘书说, 张秘书, 这办公室里所有的东西换新的, 我嫌脏。 另外请专业人士里里外外消杀一遍, 有不干净的病毒。 邵思静脸色铁青, 拉着满脸胀红的李兰, 转身离开了。 两个人走了之后, 我让保镖把办公室的监控视频, 拷贝复制到我手机上。 邵思静一直不知道, 办公室里装有针孔摄像头。 无间不商, 这办公室里的摄像头, 是当初已被不时之需安装的。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我现在觉得这句话就是真理。 掏出手机, 我给乐乐去了个电话。 乐乐, 离婚的事。 没等我说完, 乐乐打断我说, 我看见你给我传的文件了, 对于邵思静提出的财产分割要求, 驳回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 你也可以申请评分他私下经营的公司。 乐乐的话倒是给了我一个启发。 乐乐, 如果我拒绝离婚呢? 乐乐不可置信地说道, 拒绝离婚。 阿如, 你别告诉我你心软原谅这个渣男了。 原谅邵思静。 怎么可能呢? 乐乐你想什么呢? 邵思静配得上我的原谅吗? 邵思静不是想拿着我的钱和小情人 过上王子公主的幸福生活吗? 让他们做梦去吧。 乐乐听着我的话, 迟疑地在电话里说, 阿如你心里有数就行。 那等开庭的时候, 我们这边就主张不离婚, 现在国家为了控制离婚率, 轻易不会判定离婚的。 听了乐乐的话, 我心里放心多了, 美滋滋地喝着下午茶, 等着看两个人还能怎么蹦的。 邵思静, 可别辜负我对你的期待啊。 没过多久, 我和这两个人就在法院又见面了。 事就这么大, 商圈就那么几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邵思静出轨, 又吃里扒外的事情, 闹得圈里尽人皆知。 原本跟他合作的客户也纷纷解约, 邵思静和李兰想重新找份工作补贴公司, 也是四处碰壁。 公司现金流几乎面临断裂的境遇。 我承认邵思静是有点经商头脑和才华的, 但是现如今的社会最不缺的就是人才了, 缺的是诚信。 邵思静犯了商界的大忌。 在收到开庭通知之后, 乐乐就让我申请了冻结婚后夫妻共同财产。 说是共同财产, 无非也就是卡里的几百万。 但是我一分钱也不想给他。 邵思静想要解除冻结, 也得一段时间呢。 邵思静没了原本养尊处优的从容姿态, 现在看起来甚至好像老了几岁, 充满疲惫。 我不想理会邵思静眼里的恨意, 直接开庭, 庭上乐乐将我们的夫妻恩爱的感情说得晦声晦色。 双方家庭情义深重, 只赴为婚。 婚前, 邵思静猛烈又浪漫地追求 全都重新温习了一遍。 作为我的闺蜜, 有些事情她记得比我都清楚, 听得我都有些动容了, 只是后排的李兰脸色黑青。 估计是没想到邵思静还有这样的一面吧? 不过这妮子阴沉着脸像是印堂发黑, 怪吓人的缓。 我默默扭头不去看她。 乐乐语气急转直下, 说到后来邵思静出轨身边的秘书, 也就是李兰, 痛斥李兰作为小三对我和邵思静感情的破坏, 以及对我的伤害, 最后甚至甩出一部分邵思静出轨的照片和视频。 虽然做了轻微处理, 但是还是能看出两个人在做什么。 视频里李兰和邵思静赤条条的身体纠缠在一起, 不大不小的声音堪比日本动作片典范。 法官倾壳一声, 视频暂停了。 乐乐微红着脸说道, 原告出现婚内出轨的行为后, 我方当事人依旧愿意继续婚姻关系, 请求法官驳回原告的离婚请求。 最终法院驳回了邵思静的离婚申请。 乐乐和我说, 即便对方再次上诉, 也得半年之后。 阿如, 如果对方二次上诉, 对方胜诉的概率会大很多。 我给了乐乐一个安心的眼神。 放心吧, 我有办法, 只要我不离婚, 李兰肚子里的孩子永远只能是私生子, 邵思静也别想拿走我的一分钱。 结束后, 我很满意地让秘书给我订了一张非德国的机票。 有钱又闲的时候, 最适合旅游了。 我拿起手机, 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紧李兰可见的朋友圈, 不知道私生子的生活好不好过。 果然刚发完不久, 李兰的微信消息就弹了出来, 邀约我在楼下咖啡厅见一面。 下午在咖啡厅见到李兰的时候, 是我第一次仔细端向面前的这个女人。 除去一身的职业妆, 倒是显得额外乖巧惹人脸。 和我工作时强势的性格, 确实差距很大。 我屁股还没坐热, 李兰的眼泪就已经不要前世地砸了下来。 就不能换个戏码吗? 这么好的哭戏就应该让她去当演员, 当什么秘书, 屈才了。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表演, 不知道的还以为不远处有隐形摄像机呢? 这么入戏。 李兰说来说去无非就是一些道歉, 两情相悦, 情难自尽地车咕噜话。 让我放过邵思静, 她什么都愿意做。 我实在是听得无聊, 什么都愿意做。 那你让邵思静静身出户啊。 宋如, 哟喝, 这个小妮子胆子不小, 现在都开始叫我大名了。 我抬头盯着李兰, 李兰被我盯得微微后撤了一下身子。 宋如, 你已经有很多钱了, 你的生活很幸福, 而我只有阿静了, 我们的孩子是无辜的, 求你看在阿静的孩子的份上, 签了离婚协议书吧。 我一下子就被李兰的话逗笑了。 首先, 我的钱不是邵思静给的, 有多有少, 和你俩都没有任何关系, 其次别跟我玩你穷你有礼那套。 邵思静婚内出轨, 还和你有了孩子, 本就是你俩上部的台面的烟杂事。 拿这种事和我谈条件。 李兰, 你的脑子里装的是海水吗? 咖啡厅投来的目光, 让李兰的脸色煞白。 周围全是指责李兰是小三的窃窃私语, 甚至还有偷偷抬起来的手机。 这小三也太不要脸了吧, 怀着运逼人家郑主离婚。 脑子坏了吧? 这种人怀孕了也不一定是谁的, 说不定是大行喜当爹现场呢。 听着周围的声音, 我不急不徐地站起身。 李兰, 抓紧时间给肚子里的孩子找个爹吧, 就算现在国家允许单身妈妈给孩子上户口, 那她也只能是个私生子。 还有, 别以为我不知道, 相比于邵思静, 你更舍不得我的钱吧。 我在德国开心的旅游, 见识不同的风土人情, 异国风情冲散了我谨剩的伤感。 偶尔也会听到乐乐给我讲这对狗男女的事。 什么邵思静为了拉客户喝到未出血住院, 甚至下了病危通知。 李兰被客户调戏, 邵思静为了维护李兰和人家打起来, 闹到了警局。 李兰吓得差点流产。 我心下一惊, 这李兰的孩子可不能有事啊。 他肚子里的孩子还有一出戏没唱呢。 不过真是老天开眼, 善恶终有报啊。 半年后, 又到了二审开庭的日子, 乐乐看着我递给他的材料, 嘴巴惊讶得何都合不上了。 阿如, 你这, 你这, 什么时候的事? 你也这太大胆了。 我拍了拍乐乐的手, 这有什么? 女人不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谁的都一样。 走吧, 马上开庭了, 快去补充材料吧。 二审庭上, 邵思静的律师, 一步一步, 一环一环的证据列举, 例证我们二人夫妻感情破裂, 我这段时间是如何打压邵思静。 看着邵思静有些沧桑的脸, 反观观众席上的李兰倒是面色红润, 一点也看不出来, 前段时间差点流产的样子。 看来邵思静很宝贝, 李兰肚子里的孩子, 压力都是自己承担了。 很好, 我还担心邵思静顶不住压力, 跑过来找我和好。 停上邵思静律师发言完毕, 乐乐起身扶着我, 缓缓解开我宽大的封衣。 法官, 我的当事人怀孕了。 按照现有的国家法律规定, 女性孕期不能被离婚, 相关证据已提交, 全场哑然。 第一个反应过来的竟然是李兰, 不可能, 她怎么可能怀孕。 法官不满地看向李兰, 宿静。 邵思静愤怒地看向我几乎咆哮道, 我这半年都没见过她, 她怎么可能怀孕, 她婚内出轨。 乐乐看我作文之后, 看向法官, 如果对方当事人不能提供证据, 请停止对我当事人的污蔑。 我轻蔑地看向邵思静, 还有脸在这说我婚内出轨。 自己做过什么都忘了吗? 现在小三还怀着私生子坐在后面呢? 再说了, 她怎么可能有证据呢? 这半年多的时间, 自己都顾不过来, 哪有时间关心我在做什么? 邵思静的律师提议做亲子鉴定, 乐乐冷脸拒绝, 由于对方当事人婚内出轨行为, 我当事人心理和生理上 均受到不同程度伤害。 出于安全考虑, 拒绝做亲子鉴定。 我满意地看向乐乐, 不愧是做律师的, 这不拙边的话张嘴就来啊。 乐乐回头递给我一个放心的眼神。 邵思静整张脸扭曲在一起。 法官沉思了一会说道, 法庭不能强制女性做亲子鉴定, 驳回原告请求。 我和邵思静现在还没离婚, 我的孩子就是邵思静的孩子。 邵思静想证明孩子不是他的, 只能做亲子鉴定。 但是孩子在我肚子里, 我拒绝, 谁也不能强制我做鉴定。 所以我说孩子是邵思静的, 这个帽子就得稳稳地扣在邵思静头上。 邵思静这会还回头看向李兰, 顾忌李兰的情绪, 似乎想要证明什么。 要不是看过邵思静的真实嘴脸, 我都要以为他和李兰是真爱了。 不过这样很好, 我很开心。 甚至很期待邵思静得知真相时的表情。 法庭上, 法官已经催促邵思静做撤诉申请了。 邵思静的律师还想争取寻找证据的时间。 乐乐慢悠悠地对法官说, 法官, 我国并没有针对女性孕妻孩子的生理学父亲是谁的相关要求。 我当事人现在处于孕妻, 法律规定不能离婚, 原告这样是想挑战律法的权威吗? 法官也赞同地点了点头, 宣判维持一审判决, 驳回原告二次上诉申请。 结束之后, 乐乐扶着我像扶着国宝一样, 小心翼翼。 我无奈地看着乐乐, 我还不至于这么脆弱。 那可不行, 我就是这孩子的干妈, 这就是我干儿子, 你可给我仔细着点。 乐乐话还没说完, 看见邵思静气冲冲地走过来, 赶紧把我护在身后。 邵思静, 你想干嘛, 这可是在法院。 在门口等候的保镖见我出来, 也赶忙小跑过来。 我又不是傻子, 老娘可是有保镖公司的人, 邵思静想发疯, 我可不想搭上自己。 原本只有我和乐乐两个女人, 邵思静还腰板直直的。 结果看见保镖过来, 抬到一半的手又落了下去。 看着邵思静没出息的样子, 我真是庆幸自己没给他生孩子, 这基因真不行。 宋如, 你竟然婚内出轨, 怀了别人的孩子。 邵思静恶狠狠地盯着我, 仿佛要在我身上盯出一个洞来。 乐乐刚张嘴想要骂人, 被我伸手拦住。 邵思静, 你这话真搞笑, 我们俩什么关系? 礼上往来的好夫妻呀, 你送我一顶绿帽子, 我还你一顶绿帽子。 怎么了? 我以为你只喜欢绿色的帽子呢? 不过, 你的绿帽子多的是, 你慢慢戴吧。 说完我看都懒得看他一眼。 余光看着李蓝色缩一下, 当下心情大好的拉着乐乐走了。 乐乐在车上响起邵思静, 就生气地骂几句娘。 转头看见我微微隆起的小妇, 满眼开心, 轻拍了一下自己的嘴。 瞧我这嘴, 干儿子乖, 别学干妈这样。 阿如, 咱得注意胎叫了。 我被乐乐逗得哈哈笑。 好啊你, 等孩子长大了, 我就告诉我女儿, 你只认干儿子, 不认干女儿。 乐乐的眼神 反复在我眼睛和肚子上来回, 又惊又喜地想要确认。 是龙凤胎吗? 我微微点头, 乐乐突然又开始担心 我第一次生产就要生两个宝宝, 会不会不安全。 阿如, 这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呀? 乐乐一边小心翼翼地摸着我的肚子一边问道, 我也不知道是谁。 乐乐听闻, 惊得两只眼睛瞪得像统领。 阿如, 我小看你了呀, 出个国你玩得这么开了。 我称怪地敲了一下乐乐的脑袋, 想什么呢? 我去德国精子库做得人工受精。 我只知道孩子的父亲是麻省理工高材生, 身高一百九十, 长相应该也不错。 要不然, 我怎么知道是龙凤胎呀? 乐乐听我这么说之后恍然大悟, 这才放下心来。 我感叹原来这就是关心则乱了。 在家安心养胎的这段时间, 邵思靖公司宣告破产, 因为没有人愿意借给他钱, 银行的贷款也还不上了。 邵思靖铤而走险地去借非法高利贷, 还不上钱被打得进了医院。 李兰挺着大肚子在医院照顾着邵思靖。 邵思靖拿着手里不多的钱请了律师, 将非法高利贷公司告上法庭。 这回倒是如愿地胜诉了, 得到一笔不少的赔偿款。 当我正在听乐乐在电话里 不厌其烦地叮嘱各种孕妇注意事项, 给我介绍每一家月子中心的优劣事的时候, 我收到了李兰的微信, 是一张照片。 照片里邵思靖扶着李兰的运渡。 李兰一脸温柔地看向邵思靖。 我嫌晦气, 刚准备退出微信, 想和乐乐吐槽。 李兰的消息就发了过来, 就算你不和阿靖离婚, 你也得不到她, 你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没有父亲的野孩子, 没有你, 我们一家三口只会更幸福地生活下去。 我看着笑了笑没有回, 退出微信界面, 在电话里约乐乐去商场买运应用品, 只是没想到是这么小。 刚刚还怕影响太轿, 想都不愿意想的两个人, 此刻在运营商店竟然面对面见到了。 李兰在看见我的时候, 挽着邵思靖的手慢慢收紧, 身体紧紧贴住邵思靖, 炫耀般地看向我, 嘖嘖嘖, 看来赔偿款花得很潇洒呀。 邵思靖看到只有我和乐乐两个人, 嘲讽地说道, 怎么是闺蜜陪你逛街, 肚子里也中得跌呢? 完腻了你, 连看都不愿意看你一眼了吗? 乐乐这次竟然破天荒地没有张嘴就骂回去, 而是下意识地捂着我的肚子, 喃喃自语, 可别给我的宝贝们听见这乱七八糟的狗叫, 影响太轿。 我不禁笑出了声, 拿出手机叫外面的保镖进来, 自从怀孕之后, 我的保镖基本都是不离身的, 今天是逛母婴殿, 担心两个男人会尴尬, 就没叫进来。 没想到, 就这么一会儿竟然遇到了邵思靖和李兰。 看见保镖进屋的时候, 邵思靖还在骂骂咧咧的声音戛然而止, 李兰适时出声制止, 阿靖, 别跟这种人一般见识, 我们走吧。 我真是要被李兰这种又当又厉的人气笑了。 等等, 我让你们走了吗? 我拿着手机把之前保存的邵思靖的体检报告发了过去。 邵思靖, 你猜为什么当初我说不喜欢孩子, 现在又怀孕了吗? 邵思靖听着我的话, 不明所以, 看看手机吧。 我不动声色地拉着乐乐走到了保镖身后, 谁知道邵思靖会不会发起风来。 邵思靖在看到手机上的检查报告的瞬间, 肉眼可见的整个人都抖了起来。 上面赫然写着, 无精正。 也就是说邵思靖这辈子根本不可能有孩子, 那就不知道李兰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了, 反正不可能是邵思靖的。 邵思靖, 我就说你绿帽子多的是, 不着急戴, 你还不信, 现在开心吗? 邵思靖面如死灰地抬眼看着我, 他不知道这份报告是结婚之后, 我骗邵思靖例行体检做的检查。 邵思靖将手机摔个粉碎, 李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上前一步扶住邵思靖。 阿靖, 发生什么了? 邵思靖看着李兰, 一把推开他。 李兰没料到邵思靖这么大反应, 竟然推了自己。 一时重心不稳, 摔倒在一旁, 顿时捂着肚子痛哭起来, 店里原本偷偷看热闹的人, 看到李兰两腿之间溅了红, 赶紧拨打了120。 邵思靖似是被李兰流得血惊到了, 脸色战红, 痛苦地捂住胸口。 大家注意力都在李兰身上的时候, 邵思靖竟也直直地栽倒了, 全身的重量都压在李兰身上。 本就痛得脸色煞白的李兰 嗷呜一声嚎叫, 晕了过去。 等到了医院, 医生跟我说邵思靖是突发脑溢血, 情况很危急, 下了病危通知书要我签字。 我淡然地看了一眼医生, 都病危了, 就不救了, 省点资源吧。 于是我在医生和护士鄙夷的眼神下, 签下了放弃治疗同意书。 都在窃窃私语说我家里这么有钱, 结果连抢救的医药费都不愿意付。 但是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这是我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最大的收获。 接下来的日子, 我不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 我只活成我自己。 李兰那边, 听说孩子也没保住。 胎儿月份大了, 李兰失血过多, 竟是连同子宫一起切除了。 后来听说是一位男士来签了字, 带着李兰转院了。 等到邵思静身上的监护器低, 的一声, 医院宣告邵思静死亡。 我带着肚子按照医院和殡仪馆的要求, 签了很多字, 一直到邵思静变成一个小方盒子里的灰。 我才回过神来, 乐乐帮忙联系了个目的。 死者为大, 我还是找了个风水不错的地方, 安葬了邵思静。 几个月后, 我肚子里的一对龙凤胎也出生了, 标准混血儿的长相。 乐乐抱一会这个, 逗弄一会那个, 一时之间都不知道先跟哪个小宝贝亲热了。 儿女绕夕, 有钱, 有时间, 有朋友, 剩下的人生只有快乐。